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Angela 好久不見的張韶涵現身在上海 為純粹巡迴演唱會造勢 這次特別將活動現場 移施郵輪上 幾位公開露面的Angela 也興奮的向岸邊的朋友 打招呼為巡演催票 聽得到嗎 11月28日 張韶涵演唱會 我們當天見 10月31日我的成都演唱會 記得要來 我是第一次在這個船上 這樣辦記者會 所以我看到旁邊的這些民眾們 還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觀光客吧 我就覺得特別的開心 我就覺得看到 這個一定要難得 這個機會一定要抓住 就趕快過去跟他們打招呼 順便宣傳一下我的演唱會 不僅超high向歌迷宣告 我回來了 在記者會上也退去華麗集裝 象徵最純粹的張韶涵 不會 因為原來想要是你來幫我脫 但我就覺得說 因為脫掉是要給大家驚喜 但就覺得你好像怎麼樣 也不太對 所以我特別安排了一位女孩子 來幫我做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你 害我的福利沒了 來 請看 嗚呼 也太美了吧你 穿上白梯和牛仔褲 回到最單純的自己 而對於活動上好朋友的祝福影片 Angela也感到驚喜萬分 我就可能平常自己私底下 就不太喜歡去宣傳自己吧 然後也不太喜歡 就是說好像把事情放大這樣子 所以我就聽到他們說 要不要來個 就好朋友們跟妳的祝福這樣 我就說不要了 那大家都錯過了 然後我也不想要跟大家解釋說 我的好朋友是誰誰誰誰 或交代是誰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不要 他就沒想到他們 就私底下自己去進行 但我也覺得 看到也是還是滿感動的啦 就是有一個那個感覺 就是認識他們也好久了 然後現在要有辦演唱會 也希望可以邀請到他們 到現場來 其實交友低調的張曉涵 卻意外因為微博熱搜榜的緣故 讓他與范瑋齊過去的不合傳聞 再次浮上檯面 Angela也呼應 這次演唱會主題純粹 疑似為此作出回應 其實我覺得這些真的很重要嗎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喜歡你的 跟不喜歡你的人 我想在場的各位都有這樣的經驗 職場上或者是工作環境 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沒有人是完美的 那其實只是有沒有緣分而已 那如果有一些誤會或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的人生不要把 就是自己的未來 放在這麼小的事情上面 未來很長的路要走 然後我們未來很寬廣 何必在意一些小事情 反正不會喜歡你 就始終不會愛你 也不會說出好聽的話 那何不就是 好好把心思放在愛你的人身上 然後去創造更多的東西 去給這些愛你的人知道說 哇 你也用你的方式 去回饋他們的愛 Angela就是這樣的樂觀誠懇 想必這也是她能如此 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而日前為了這場活動 張少涵更親自製作護唇膏 送給媒體和粉絲朋友 哈囉 完全娛樂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Angela 張少涵好久不見了是不是啊 然後大家看到我現在在那個 我的前面有一個很大的桌子 然後擺了很多的東西 一定想說幹嘛 這麼久不見了是要幹嘛呢 這麼久不見了 當然就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平常私底下的 張少涵在做什麼 除了就是大家知道熟悉的宅女之外啊 然後可能會弄很多3C啊 可是其實我也會很會做家事的 而且除了做家事之外呢 我自己也很喜歡去做一些 譬如說保養品啊 像我自己就很喜歡做唇膏 護唇膏耶 準備了不少高檔又天然的材料 就要開始做護唇膏啦 欣欣滿滿的張少涵 不論小記者有沒有在一旁 閒話家常都不會被影響 功力果然可見一般 而就在這時加熱完畢後 就準備進入最後動作啦 那手工為什麼那麼貴的原因 就那次 因為你每次倒的時候 它絕對不會是剛好 剛好 這個呢 擦一下 之後就燙傷過啦 燙傷過啦 不會噗噗 你就放一點的水 然後你擦 會不會太多 要用油 護唇膏完成啦 純天然的護唇膏 大功告成堅持不添加任何化學藥劑 就像是張少涵本人一樣純粹乾淨 你是不是開始想念 那小小身體發出的大大能量呢 全新的純粹巡迴演唱會即將開跑 相信Angela絕對會讓你耳目一新喔 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跟著我一起來 Enjoy 純粹的張少涵 完全樂綜合報導